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赛品计算金 我们刚刚已经看完了三场精彩绝伦 尤其是上一场真的是 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对局 40升套牌成功的3比0对手 拿下这个对决的胜利 再度填进16强 下一场是这一次32强里面 唯一的任务贼 由TENSOKU来对上这一位 SATENJONDON这一位韩国选手 咦 他 没有他刚刚对底下我们的Banner没有拿掉 那可以看到这个 上面已经先有一个结果 那TENSOKU的LINEUP 是这一次我们最后一 最后一组会转播的 相信大家如果关注大哥的战机的话 请千万要锁着我们的直播台到最后 那来报一下他的LINEUP好了 这边 TENSOKU的LINEUP前面已经提过 他是进化杀的任务战 风狗的以及兵法 那SATENJONDON这里是火法任务贼 中速渔人胜跟翠玉德 期待吗 额 紧张吗 还好 你先调好 不是 对我刚才不小心那个 战 打那个 我的耳机弄掉了 嗯哼 然后刚才超回去 对 现在有声音了 现在OK的 找到人生了 对找到人生了 那你看完这个组合之后 你有什么新的 我原本以为他感觉像是一个 Anti战士的选择 嗯 但是感觉 是有机 是有机会关啦 是其他这样抓战士是可以的 但是 感觉那个德鲁毅就比较尴尬嘛 你说上面对不对 不是我说这个 这边 你这样说下面抓战士 这样可以 这样你觉得是抓 碎玉德 嗯 但是 这样子比较拼的就是那个火法 其实打战士是有危险性 其实有更好的选择啦 他有派 我觉得他有上 塞派洛斯其实就 还可以接受 但是更好的选择 比如说 圣骑士 或是牧师 还有圣骑士 对 或是牧师嘛 对对对 那 火法我是觉得比较挂一个问号 真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这里 Tenso Gugger套牌 基本上是 比较标准一点 呃 他的拼法 标准大发 然后 额外有外挂卖几位 他的任务战是双老鼠的 如果在这个队上 比较慢一点的对局 尤其是任务贼 对任务贼 现在其实可以叫做 比较慢的对局了 需要回五次 其实我觉得 其实差很多 这大概差一两回合嘛 然后再一个点是来说 有时候没有 在你只差一个的时候 你在那边等 然后等几个回合 就差几个回合 对 那 而且 有时候你还不敢做一半 因为你先 你比如说你先回个三次 然后你就开始等第一次 或第五次 你这样子等会导致于说 也许甲果会忤逆你前面的做法 或是 呃 有时候可能你要做 突然间忘记那张 会给鸡蛋糕那个 好 萤火 对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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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三倍的那个 对对对 活泉 你有时候等活泉元素 但等到最后发现 其实等别的会更快 因为活泉元素要等他死掉 嗯 对 那 倒不如有时候你这样做 那五个的判断点 其实我觉得很难 因为 我有时候觉得四个判断点 就已经够难了 那何况是面对到五个的时候 可是五个 你到底要走哪一条 但是 你要做接谁的任务 但话虽如此啊 但我觉得打控制还是有一定的强度 因为我觉得只要完成就是强 然后控制前面也不能干嘛 打快攻大部分球的下都不要想 打快攻就是 打快攻本来变有机会 你要有暗闪才能讲话 就是快 现在有暗闪也不能讲话了 现在有暗闪要做五个 应该是不能讲话 对对对对 然后打 类中数套牌 其实 你要说打控制 还有 没有类中数套牌可以 我觉得就连打控制都很难 不会不会 打控制可以 打控制真的可以 因为 假设七位完成任务 不过分 然后每回三支五或四支五 控制就差不多就倒了 到十回差不多 但 打中数的话 我觉得重点是准备跟消失怎么运用 对因为 有准备消失在面对那种 非伤害的中数套牌的时候 其实 还是很强 对 但就是 你不能只是去消失 然后 嘿嘿嘿 这样一波 你还是要完成你自己的任务 那这个折中点在于说 你准备消失在可能六回或七回 用完之后你怎么样了 或是你要准备任务 然后空消失这样子 都很难 那个都要判断 然后 我自己有玩的 像因为我不是很爱玩那个 最强版本的那个牌 所以一改完之后 我有测试一下说 是不是差很多 所以这个玩术士吗 这样 术士有在玩 但是 最主要可能玩了大概 二十把任务贼 不行 真的不行 改版后的任务贼 对 因为我任务贼本来就不是非常强 就可能就是中上或是 还可以这种感觉 然后真的一改版可能就 连那种顶尖的选手都没在玩 就真的不太行 对啊 不然 有像那个任务贼 一开 努力贼刚开始改掉的时候 还是很多选手继续玩啊 因为他们觉得那个绅士这还是强 他只是把一波的爆发拿掉 但是我今天铺场或者是 铺场的强度人就保持在 那这个差别就来说 那个那个 那个所属的那个 顶尖玩家我们继续在玩 就会看出他是不是改的真的很痛 这样子 对 然后这边第一场开局 这边 Tensor 古斯拿出自己的风果德 来对上对面的翠玉德 拿德开局算是 可以接受的 可以撞 萨满就只怕他进一波 那任务贼基本上 你是一个优势对局 现在就是看风果德 有没有办法 一样是飞龙 只要飞龙下来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哎呦 差个零啊 再多个零人生希望都有了 哦 不过他起手流 灰几也太大了吧 哇 又又这样了 可是他这样子有点怕 可是硬幂愤怒你躲不了 难 真的难 还是 还是一回空过二回空过 启动518再接3加1 可是倘若他真的这样选 有成长也很惨 嗯 对 你说的 你打的选择不是不行啦 但 我觉得那个 蔡德在起手流灰几耶 对他起手流灰几 对 哇他选择多一个愤怒耶 酷酷酷 不过结果来看很对啦 因为他 右手第一张拿的是拿咆哮 嗯哼 对 不然如果他03断牌真的会有点痛苦 对 所以等于是二回就变成回去摸对面 那这里应该是照原定计划 直接启动跳588 因为如果以你的手牌看啊 你如果03 然后被愤怒掉 你如果进1或是2 然后你做 1加1再接 翠玉印记 玉联印记 那你这样台面还是有3支2233还是很强 对 那与其说你这样你 我觉得这选择不到一定对 但结果来看是好的 嗯 对 这里 哇这里很难耶 这里可以买一个两回解 但是两回解要保 要预想着对面没有任何的长大 但 这个这个选择 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还可以啊 因为 他可能想到这个是优势对战 所以他打最后 然后再来是588 都会得了有一定的宰致力 所以他这个选择就是 不贪 就比较好一点 而且毕竟多抽几个回合的牌 那个 容错率会好很多 因为你接下来几个回合进的牌 只要不要真的很糟 你可能在5回的时候进一张4 4回的时候 在6回的时候进一张5 这样子 但是你上头是有牌可以出的啦 对还是差蛮多的 不过这里是 刚刚是先把自己的 灰击然后种菜吗 直接种出来吧 这个对战不太缺那个 你打的是对面是一个快攻嘛 你不会 这个对局能让你打到疲劳 在这种开局情况下也是蛮难的 对不对 好这边应该全推 不过我觉得菜的运气很好 就是 他起手流回击然后还有成长 对他没有他没有很全力去拼 可是还是抽到了 有时候很全力去拼结果什么都没有 对 你长得好像你的神生血照 没有啦 不会啦 你的历史经验 不会 因为因为 没有我自己不太喜欢讲 好像我就是很衰的那种 对 每个玩乌斯人都说自己运气差 对 那到底谁是运气好的 对 1234567 还差蛮多的吧 台面是7嘛 加815的啊 加1016 但 有可能会全屏哦 有说真的是我全屏 对 对你这里就是 我刚刚是有帮你把快取舍进去 对 7加815 然后自己就运气下去 你要解怕对面开甲的话也可以啦 你就是 左边两个踢 然后你可以 派齐加连去解掉对面散户 可是这样子感觉效益很低耶 因为就多解一只而已 跟你去撞他也是多11只 因为你要防的是他可以 对啊 就是 因为一定会有甲 如果是宽怒劇一定都是拔甲 可是差那4攻 我觉得就多11只的差别而已 对 又或者是他可能卡 比方说卡滋补或这种细节啦 不过 这是选手 这就是选手选择 但我偏向还是解比较好 嗯 呃 就看会不会因为这个6滴血 没有打在脸上而惩罚 因为一个就是 一个就是直接拼到底是堵你没回血 嗯 然后 那我觉得回血几率很高 还有 还有地化这种情况 因为对面必须要先伸某个东西出来再贴 跟 他直接有个东西可以贴在费用的选择上 还是 一点点的以下 嗯 那我会觉得拼脸 其实我也不是很确定到底有没有补血什么 但我觉得补血的差别不大 然后再一个点在于说 我没有手牌我会打到最凶猛那一种 哇 对 你 偏弱 那这里 成功的让德鲁里走到了方程式的终点 对 不过老实讲啊 这种 这个的对战 是盖到选择的差别都不会太大 嗯 因为都是要看下一张 对 然后也要得 也要蔡德这边手牌是不好的 如果蔡德手牌这边都是很棒的就是 怎么选都会爆 怎么选都会炸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边可以带稳一手 就是这边应该是直接溜飞或馆长就好 但我觉得这有点太拼勒 这我觉得据说或是馆长就好了 因为你留一张飞龙可以躲再一张那个 五飞的火体 他想留飞龙躲火体我可以接受 因为这里踩这两个一二的效益很差 对 但是这个 这个完全 这个再给人家靠一轮我觉得有点多了 对 他这里被刨剩一滴耶 对啊 然后抽个灰击可能就倒了 有点玩命 对 我觉得下6一定是最好 刚刚在前方下 两个打点然后也差不多也6 6盾跟 然后 按个天生计刀 有 有啊他刚刚是按了所以有活下来 但其实你做那一个崔玉巨兽也是可以活下来 崔玉巨兽很好啊 最稳的 OK 如果这里 双发的嘲讽成功挡下来对面的攻势 还是他想要买一个如果对手我今天下36对手下58 诶没有啊 他那个右边那个中了多少 你说再让588哦 可是再让588你台面不是6弓吗 哦你就两只 6弓你就两只送撞 两只送他飞龙啊 对 而且如果真的是588的话 哇我两只踢掉各一只一二 再下一个馆长 我就一个35一个46的盾 然后台面你你没手牌你一张588而已啊 那应该还是很稳 可是你那个如果被咆哮接 灰极会不会走 真的 就是你阿雅我列出你你被你转方成4 但是你巨兽接馆长 或是你巨兽接飞龙 我不知道你怎么输啊 那唯一剩下可以讨论大概就是 对面到底有没有灰极 因为灰极在风舞等里面不算一定会配的情况 他可能敌人大部分的风舞等应该都只配一张 对那 就看买不买这张 对 只有 但是很 因为会这样想是因为多半都有啦 对会这样想是因为多半都有带一场 这样子 我这边成功了 崔玉德完成了自己手下来的方程式 不过这样崔玉德赢真的运气是蛮好的 因为我觉得这对战真的是超难打的一种 如果要诚恳讲 中间的 W公式其实有点有缓一点 因为当然 乌鸦那一波后面其实还好而已 如果今天后面是接 他其实588起动跳那个很凶没有错 凶又处没有发挥当然也有点可惜 等于是你只有588踢到了一脚 后面如果可以接火体法力 对不对 那就削害了 真的 也不一定要火体就是只要有补到牌 因为如果是五回火体下去 其实那个回合数算一算 我觉得我没算中应该咆哮是可以开的 嗯 那那个伤害其实就会比刚刚看到 甚至在一波那个有利用 常常我们都利用那个亚撒拉巨印记嘛 然后再多补一两张牌 那个还是差非常多 或者是 像 如果我看到玉莲的话 可能我前面有一首就不会在乌鸦那一首直接 哦 贼这边选择全留了哦 哇 德也全留 难得一件咧 八张牌全部人都留了 德应该是蛮有 哎呦 好 OK OK 这应该 这刚刚你躲我懂 这应该要下的吧 这边你躲我就看不懂了 这边要赌吧 当然一定要 没有 对对对对 我不晓得你怎么结 所以我想不到任务贼要怎么结 第一个你基本要买备翅啦 备翅完之后你还要硬币 备翅接一个 你还要硬币刀或 或是派奇 而且 刚刚你其实蛮有勇气的吧 就这个被解还在游戏里面啊 对对对对 因为你这边03真的被解 你接一加一 后面只要进一些能处的牌 我觉得还是顺序在握嘛 不过这样也好 这样我可以多 我们可以多看一下任务贼到底要怎么打 好难哦 他要买 如果要买一个可以解的机会啦 有时候会这样打 就是我直接硬币上 年轻较牛大师 嗯 对 我就买你今天开了两张都是飞舞 好 对不对 对 可是很难 但不买这个 想要最最最最费三个选择 嘲讽 无法指定 两个了 嘲讽死生无法指定 然后第二轮 没有没有第二轮了 就是这样 不然就是先封怒啦 然后第二轮还是这三个 OK 但不过应该只会选死生 那只要有一个就推翻了 来看一下可刀的事 好来看一下这里的学生 花了一点时间 似乎 有加血 然后圣盾树 加血应该是最简单 嗯 因为圣盾树有机会被刀 对对对 圣盾树一定拿刀砍 对对对 怎么好像有点在讲废话 我不能再给你一轮了 诶诶 诶不错不错 买到啊买到啊 OKOK 回到游戏里了 任务贼登陆游戏 是 不过任务还没挂 不过任务还没挂 没关系他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啊 对 但是9张回手少一张 10张回手少一张 危险 哦 哎呦 我觉得是有点痛苦了 我看什么 我用看的就很痛苦 嗯 可能还是要准备消失那种东西哦 哦 看到现在现在是1斜线5 超级不习惯 好这边进一个这一个 哇 任务贼真的淘汰了吗 就是 现在他已经回答我们的问题了嘛 2加 不行我连他要拿什么做我都没有概念 对我现在 对现在要做什么都很难 先看 先看 2加 好不行 而且还有个问题是这样 还有个问题是这样 还有个问题是这样 其实像蜘蛛 你知道为什么我敢玩任务贼在天梯上吗 因为现在有那个R我不会掉下的制度 你知道吗 有保底机制 对啊不然我谁敢玩啊 我以为你是想要先出城看一下城外的风景 这里我比较推荐利爪 因为我觉得 588就是锦上添花 如果利爪没被解就赢了 那588有可能怎么样 今天我被摸这些1 然后被摸到直接痛到不行 被一波反杀啦 对 然后再来就是消失的话 那也是利爪可能也是好一点 因为588然后被消失再出588 伤害是0 可是我这冲锋被消失再出一次 我已经打很痛了 对 588是需要这样伤害的时候 我才做这件事情 不需要我就不用去投资那个 可能会被冰冻 可能会被消失 可能会被反打的那个风险 对 我现在看这个投手的话 我一定要帮他想人生的未来 反正这两个都是 海盗拉出来嘛 台面3点伤害 可以解撞一个之后 还有7滴剩1 他刚才如果真的要不来 这张要偷咆哮 然后可以做那个南海咆哮 然后可以做那个南海咆哮 把台面全部清掉 就这样 强 对 偷灰可不可以啊 灰也可以 可是灰其实也不错啊 灰就没有很厉害 就是普普通通 灰44之后 两个打点撞 3 没有还差一张 再偷 1 没事 自然化有没有办法挡 自然化就是 缺点是帮对手补 给Fungo拿两张牌 应该也要爆了 我觉得 其实也不用想 他看起来就是 生无可烈了 他已经放弃求生计划 对 好那这里 我们知道 上次我看到是 手牌铁皮直接可以结束对局 嗯 看起来他的任务贼是要 很有大很大几率背锅道 我觉得打慢的他是很得心一手 包括他你看他起手 他还有双回手 嗯嗯 那如果他随便解个一支 可能六回完成 七回完成 八回出奖励 或七回出奖励 那 我觉得控制一样回输 可是如果是 那种快攻 你是从有机会变成零的那种感觉 嗯 对 他们这个这样子的对局结果 如果他在这里出任务贼的话 因为他在对手 Tentoku这边 比较慢的套牌是什么 另外一个进化煞 爬 然后再来 最后就是任务站 所以我猜他应该是想要 全力去买一个 我把 我挡任务站的机会 就是我让你 德鲁伊疯狗的过 进化煞过 但是我就是 一定要挡你的任务站下来 然后最后我拿 中速渔人生去跟你 拼 对就是这样 尤其我 中速渔人生有科多 我在解你试费的时候 其实我可以拿这个优势 我也有以识同仁 是有机会买的啦 我们只能帮他 想一下怎么赢 这样子 我们不能一直说 他输定他输定 然后就 我们要想一下 他要怎么赢 我不能提早先看下一个对局 这样才不尊重的选手 对 这故事告诉我 不错 我觉得他前面 他前面是因为我有偷偷先查一下他前面 比方说撞个 Sara 杀什么的一个ID 在之前的几个对局 其实撞到两个轮都是慢的 所以 可以赢是 但是 不意外 继续 他就是没有 他要顶啊 他就是一直要挡到 挡到任务站出来 那如果他今天在这里靠赛跑 不不不 这个 不小心跑掉了 不小心跑掉了 那无敌了是不是 那 至少比较有机会 这就是他的坑 因为他只能挡一副 所以他必须要一直上这一副 其实就连打到任务站 到底跑跑跳 其实也不一定 对面有老鼠 除天你这赛屏分析得很好 刚才那个分析 你失业了吗 赞 可能下次没有我了 有一个人要取代我位置 拿我去长进了这样 赞 真的 哇 不过这边 我那个 哎呦 香菇了一下 香菇了一次 蓝寿香菇 应该还是02去挑战那个 前期的那个 盗贼喔 你刚散案都下了 当然这里另外一个 同样三血嘛 也是要下 而且这个更赚 而且这个也更不怕解 对 哎呦 哦 打快攻的重点来了 以前的话这个已经赢了 以前的话这样几乎赢了 听一次嘛对不对 差一次 可是现在的话 差两次 这样子 123 是 差两次 然后 两次很多欸说真的 因为你 你算说工程师可以抽牌 让你再拿两次回首 几率是有的 嗯 我也认同但是 光是要再多收回来 一次再出出去 其实大概就要花四颗水晶 嗯 对不对 你收要二 出要二 那四颗水晶又要再加上多 等一张牌的那个 幅度其实一来一往还是很大 我们把所有要消耗的东西都算进去 并不是只是单成一句话说 多一次这么简单 因为还包含是 你就是要花那个回合数去抽牌 然后相对来说你也少回首一次机会 就是如果都完成任务 因为有时候完成任务 就是如果你任务贼玩很多的话啦 你会发现有时候完成任务之后 有没有回首再继续维持质量也是一个关键 对 就是你可能 还是需要利用回首来重新做5-5 去把维持健康的生物质量 然后维持好的生物质量 因为有时候回首就在后期可能多 就等于一张5-5 多一张5的感觉 那 你还要多消耗一次这个要件 所以其实 或者是额外抽牌 或者是额外抽牌或额外冲锋 嗯 那其实就是蛮尴尬的 而且 其实对盗者而言 哎呦 这个不错 嗯 我跟他们讲是 这个伤的这个前级是 对面是直接跳了圆鱼图腾 但他没有任何 道贼 任务者要怎么解图腾类 就是打进化煞的重点 你要想办法先去弄个南海水手 嗯 选择要做这个吗 玉莲幻疏师 这个打到脸的话 做这个是可以接受 因为上满的LE很多 我 偷到就削海了 啊哈 对 没有我刚才我在想 刚刚这个细节是 4 4下10 化 我们想要不要 10化直接 贴自己撞掉猿鱼 然后按闪 先用按闪座 没有我们在想刚刚这两个细节 就是我这一回的那个2-3 比较像 等于找一个回合解掉那个 T4最强的 T4下巴奈斯 假分身兄弟 最强的四倍单卡 嗯 对 光 光这件事情练出来都觉得 都让人害怕 嗯 嗯 可是现在这样做问题来 这个不能下了吗 这应该是被封锁的 这忽然海贼 这里如果要 解 要变成 天真记加南海加那个 221嘛 对 摸刀然后 然后点去砍一个 可是这边有个比较尴尬的点啊 其实很想砍那个 兄弟 哦 对 因为兄弟进化有点恐怖 应该还是要先解兄弟 然后那个 那个刷剧就先等着吧 不愧那这里应该是3加2 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很难过 因为 那以前 以前 昨天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在这个牌以前再出来的时候啊 我一直疯狂的踏法说 我觉得这牌的RNG 太高太强什么的 嗯 然后现在看成他这样子 老若不堪的样子 我觉得 看他已经没有年轻般的异性风格 对 就是有点 有点不舍啊 真的 不过改掉我觉得也算好啦 因为 就某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他压制的太多太多 有可能出现的套牌了 对 蛤 那这里要怎么办 准备3吗 怎么拿回来 有点尴尬 对对对对对 他如果没拿回来就直接崩了欸 准备3吗 嗯 准备3还可以看 准备3还可以看 没有 那我觉得可以 准备3可能好一点 嗯 对 消失其实都可以啦 但是买2张 有没有回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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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全部解干净 然后堵说 那个 虎乱先别死 这样子 可以 双倍刺1 就双戳嘛 两边戳掉 然后你贴自己的 然后这边回 那边抽牌 哇他直接他放弃了 因为 他还有一张的机会啦 因为 喔OK 嗯 但 是这样吗 那张在哪里 哈哈哈哈 等着我刚刚摇了一下头 是这样吗 不对吧 我觉得 对 他的对手也在想 是这样吗 对因为 这样掉下去真的很怪 我觉得如果 我不知道他在找什么 因为他直接先去找了 嗯 感觉太平淡 而且这排序也不对 你应该先准备 甲骨再考虑 你可以先夾去回手 就是 你先 不是先夾 你先夾去找回手 嗯 可能也不用先准备 因为有消失 也一样可以做 那 可以考虑其他的 但至少一定是先 抽那个甲骨 嗯 他那个虎乱丢下去太拼了啦 我现在 嗯 他一丢下去应该全世界都 都懵了吧 都站起来了 对 不知道是怎么这样子 很怪 那这边可以冻结一个 连去砍一个被刺一个 然后再打一个变6 6最强的棘手的 有什么我想不到 喔这边转化目标了 我想看他表演 因为我实在是不知道 嗯 哎呦 不然我说这个我也是蛮干 我也是觉得怪怪的 我我蛮偏向 那个 把 把 那一支 把那一支冰下来 然后这踢一眼 因为他不是可以变身吗 嗯 有啦 我也想 我以为他要变身 然后靠这个六弓的 看能不能 就是打多一点伤害 利用伤害把对方灌倒 他一样在 如果你这样算 你是不是那一支要重新再下 就是冰两支 冰阿雅跟三四 对 但 他怕走第二条路又走不完 原来那时候冰 因为回合结束时才看到这一张冰霜脸片 对对那是抽牌图人给的 对对对对对 虽然我觉得走 但可能我的感情比较专一 我刚才那时候我还想就是 土浪海贼继续等 哦哦哦哦哦 对对对 我现在还想 我想靠那个 拍拖什么再凹一个 哦哦哦哦哦 各种 各种 我怕人生就卡在三了 他现在就是必须要找一个 如果右手可以进一个一 哦哦 从后 可以送还好 不能送真的是想死 从后对任务者来说 应该是那个吧 梦魇 真的 哇 好难过 看了真的有点 不忍直视 撞卡 2 撞1 冰武丹 暗天帝波 他也快点下来了 但 终有一天这个阿雅 这个阿雅 这个阿雅已经不是 他终有一天能动 终有一天那个阿雅可以 而且萨满终有一天 会抽到嗜血 或再一张直伤的 嗯 对 那像这里我可能就 天真剂再 撤一个 撤一闪念脸啊 哦 对然后下一回就看怎么样 对 他如果真的有任何的疑虑 你可以 叫派起把那个恶意撞吧 嗯 这样子如果他被他神消失 那也省一点 但但我觉得不用 因为这边完成任务啊 我要开那个派起嗜血了 嗯 对 比较不需要 而且 我这边吹闪念叫一只 然后 阿雅也会再给我一只 就是死神还会再给我 我觉得这情况不用欸 如果要的话 当然就是奢求台面更强 但是 阿雅变7费真的有点可惜欸 看我觉得他 五三死神五五呢 如果是靠打出零七 如果出这个不能说的那一位的话 真的会直接爆炸 嗯 红色那个嘛 对不对 红色玉袍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 攻射辩护 都没有 他如果这里进化一个旁边两只不重要 然后终于进一个零七 到底会不会爆炸 我想看 然后两只撞掉嘛 然后再把那个恶意丢下来 再比你出 再买一回合 现在手里上完手里的 现在刷四了吗 还是 三吧 一我算一下 一二三四四四四四四四 OK 最高是四 还是三 三 第一只下 然后回手 哦 对这是他第二只下 没有那是第二只下 对对还是三 因为他有 他有传扶回过一次手 啊 哇 没有 诶 那 弟弟魔物也可以 弟弟不錯吧 弟弟的節奏壓縮最好啊 弟弟很便宜 弟弟現在如果真的對面有辦法拚神完成任務 這玩意兒可以換一隻嘛 我們要求就這樣 對不對 現在就是你忙你的我忙我的 而且在這邊換一隻很不錯 因為對方的回首腳的也都很殆盡 就是 你以前的任務直接一換一是完全沒意義 但現在對方打成這樣一換一可能就會 讓你多一個回合甚至不止 對 底下唯一要贏的情況就買一個買消失 消失 可是這邊沒消失那兩個一又要死了 那兩個冰川裂片啊不是一 那兩個二一又要到了 好吧這裡最終還是只能選擇投降 正如我們所預期的結果 雖然他的冰川也幫他拖了 他現在就一條直然後轉直失敗了 這其實跟我們一開始那個講的也是 878項嘛 因為一開始我講說他打控制應該是無敵 但是相對來說 他打快攻應該是直接 就是交朋友了 對面無敵 對 跟不知道什麼輸 這跟我們那個羅大哥說的一樣嘛 不是贏就是輸 羅大佑 不是不是 對不對 就是我們那個 腿不見在的那一位 對對對 義師先生 不是贏就是輸 對 所以也算是一曲同工之妙 對 就是他從帶牌的起點就可以知道 對不對 不是你淘汰就是我淘汰 對所以這算是一個很兇悍的一個做法 對 他來之前恩可以其實從不靠賽那個賽事裡面 是帶了一個非常瘋狂的 就是 他是 控勝還是什麼 沒有放是沒有放火戰還是什麼 就是他 你說魔物大哥喔 對對對 他完全就是一個你是快攻我投降 這樣子的程度 拚命的程度是這個樣子 不過這裡 來到了 目前這邊 Tensor庫的 Tensor庫的賽末點 他最後只剩一個任務戰還沒有過 那 對下方應該是沒有選擇 既然他都這樣想 又換回來了 又被打臉了 所以我剛才沒講話 我這個他們對待已經超出了我們的那個 預知的那個理解了 那個遊戲觀念已經跳脫了 反正都要過 對 其實沒差啦 其實要講也不是 最棒的解釋就是這個 其實也不是打臉啦 就是個人選擇問題 對 個人選擇問題 反正都要過嘛 對不對 就是上一把那樣出力 就是一個你穿鞋要先穿左腳 還是先穿右腳一樣 都是得穿 對 但如果看上一把是一定是要那樣上 因為你要怕你 畢竟還會小小擔心他 好這應該是 逃命吧 你還是要小小擔心說他 他的那個戰士偷跑 直接啪啪 直接天天氣吧 等一下345也就會0708的 嗯 好 手段不算差啦 能先跳8 其實 對對手的壓力 比較可惜一點是在於說 他這邊沒有給那個 魚人聖結場 那魚人聖對截起來就 剛才我們有看過這個對戰嗎 哎唷 你說一直演化的故事嗎 不是 我們剛剛有看過這個對戰 就是魚人聖打戰士嘛 然後就是要靠 前期戰士沒解 然後一波rush掉 嗯 那不然就是要吸毒 那他現在很有機會 一波rush的感覺 但是 這邊用手拿一個刀喔 所以 又回到遊戲裡了 這裡可以再剪一隻 而且 盛騎四回 要rush 四回幾乎 能準時演化 才會 才有機會吧 或是那個就是 再來一次 再一次隊長之類的 嗯 也可以 不然隊長加秘密也可以啊 但是就是沒有 都沒有 那現在 偷偷一個簡單資訊 就是你的秘密 應該不是 光榮犧牲或懺悔類 嗯 對 如果你真的只有 又回到光榮犧牲 懺悔也這三個東西 可以選的情況下 你應該就先蓋 對 那現在不蓋了其實也很好拆 就是 逃命或救贖吧 嗯 對啊 哇 是不是 他這副 柯多更一世的發揮 會影響到 到底可以搶多少傷害 嗯 這裡有一個 細節可以買是 你可以選擇拚 看這個能不能踩到 廢人的一隻 就是如果有527的話 不要啦 但我覺得有踩應該就踩了 真的不要 沒有你去等的話 就是 沒機會 因為你去等這邊有點太難打 嗯哼 但如果要就這一回合拔劍 然後兩隻狀 但是 這聽起來有點傻 對 而且 不一定 百分之百有 嗯 對啊 沒有這 科夫多獸已經崩了 沒有這科夫多獸基本上就已經輸了 上一波就很難換 對不對 你不論怎麼換嘛 你要嘛就是 二絲貼刀砍嘛 去去寶怪 那對面也可以再 隨一隻 然後再下嘲諷 對你的 檯面是很難打的 應該不會 好像不會 對 可能可以用耳環 然後這樣我爆二絲蠻行的 提刀 砍撞 打六點 可以下 水文 好想看他魚人贏喔 又好想看任務賊上場喔 應該是有機會贏的吧 打成這樣了 除非戰士抽成羽若晏 不然應該都很有機會 你看他這裡三選擇 一眼其實可以考慮 一眼不錯 因為你現在已經壓到血了 等一下繼續壓對方一變身 一眼直接juke 嗯 對 把他這裡選擇 懺悔是 保留了自己比較好過嘲諷的手段 因為我等一下 他如果單嘲諷的話 而且他算是可以準時卡八回 就是他等下七回上轉過去 如果對方硬幣出八都不錯 不過這邊是要拚的嗎 那應該是要硬幣鬥吧 那釘起來 隨便釘到一隻 你都可以用刀子去砍 釘到老鼠你無敵 真的 釘到八八 你淘汰 那就只能等下一手 來看一下這裡留下到底是誰 八八八 我們要看 命運人都 誰在裡面的八八是不是還在 可惜 不過科多獸也可以接受我覺得 右手這抽得不錯 有節奏好 哇阿丁有阿丁 哇這個傷害高了 20% 應該是可以雙掛然後天生技的 我覺得真的逃到小兵也可以 我覺得可以 喔掛 掛不天生技其實也可以啊 但可能會有點太明顯看他care不care 沒關係如果對面不處理 也不行 那我的八就變強了 也是 只是我等一下下一個合擊的那個 不按喔 不按的話這裡打4 台面3 對好像 對對對這樣好像對 這樣子只要上秘密 現在上秘密結束就好 然後你說真的被收這兩個拿一個 不過是有一點想天生技 是因為那個阿 燦尾 可以用這個小魚去碰掉 對啊 那如果要按小兵 可能那個1就不要掛 就反過來 因為 那我可能會最兇 因為我覺得真的 弄到小兵應該還是會贏 對 還可以反過來買另外一個情況是 我八先丟 就是我伏定先丟 然後他沒解 或是 通常都沒解 後面再說 對對對 就是九回再說 他直接解掉我也直接灰燼死者開砍 對 八九十有沒有辦法過這一個呢 那可能還是先伏定吧 雖然奉獻蠻專 但千佛丁可能還是好一點 如果你這裡 再加刀把他換掉 然後放下去 因為很難解這個台 這個 這個 中速原生應該 柯多那一波 讓 帶了 他多少 七點六點 還七點傷害 相當的不錯 嗯 主要是鬥贏的是柯多啊 鬥贏的可能是二二一一 就找就沒了 那就差很多 甚至後面那一個 那一個二六也不會直接被被刀換掉 這裡就非常難了 這裡就非常難了 沒有 贏了不是嗎 沒有沒有沒有 沒事我勝出 還負二的樣子 對 哇好難喔 真的蠻難的 真的是蠻難的 四五六七 奉獻押攻擊力撞掉 然後掛同命了 對對對 那我是覺得奉獻就不用這麼急了 他好像是在跟我講 因為奉獻你現在也不怕那隻要撞回來 我覺得奉獻能防盜的東西不多啊 然後再來就是 你奉獻待會兒有機會去奉獻別的嘲諷怪一起嘛 嗯嗯 對整體的傷害應該更高 我覺得可以轉天氣結束 對 或是要再丟魚掛咪咪也可以 最後選擇還是奉獻 但感覺奉獻的好處不多啦 可能就 戰鬥狂怒吧 嗯 對 那還有一個點可能再一張飛龍 對 不佳的三張牌 這裡 這張都還蠻弱的 如果先擠十球的話 剩下能配的嘲諷 他是不是原本想找一個一費嘲諷啊 因為這樣我可以下大的 對 我覺得有機會是去找五吧 可是他有五啦 沒有 我說他可能自己想要找五啦 嗯 因為一的那個機率很低欸 一沒幾張嘲諷欸 他現在可能是要買 一好像兩張吧 欸 富盾兵跟那個閃金正不足 對 對 對 最後選擇一個蝸牛 喔 這邊要老鼠接蝸牛嗎 喔 老鼠蝸牛天真劑也太拚了吧 而且這邊蝸牛有一個缺點欸 你是有機會讓佛丁自殺的 嗯 對 好 這裡被拉出的漁人隊長 所以 算一下是不是要看演化結果啊 嗯 先天生技演化再說嗎 欸等一下等一下 沒有啦應該還是可以丟啦 因為你那個逃命關頭一定沒有用啊 所以你天生技也一定沒有用啊 所以現在想的是你有沒有辦法撞撞拿到刀 先演化再說先演化 嗯 對先演化 演化加一加一 風怒什麼 欸我是覺得這天生角好像不用欸 欸為什麼要按 因為好像演化加那個劍龍很有機會贏 因為你可以 喔 毒不錯 毒吸起來 毒吸起來 加 沒有吧 加攻 沒有 吸毒兩個過佛丁去自殺 桃子打頭啊 然後再接那個 我想一下 六三狀 這個 然後 等於說他打錯了 如果他沒有凡田生技他選擇劍龍的話會贏 會直接贏 嗯 對 但他可能怕沒贏啦 唯一他會這樣打主要他是怕沒有贏 嗯哼 對因為 像剛剛我的做法可能是吸毒兩個送掉嘛 然後佛丁自殺 檯面的剩下 屈屈 不是不是那是那個 保安關 對 然後再加 如果再加劍龍貼保安關 就是五攻加五攻就過了 但他可能就是怕那個沒有拿到 然後劍龍又白貼 嗯 對但是 應該是可以賭 已經演化然後再去看劍龍點誰 其實我覺得 沒有沒有差別是他少演化一次如果沒贏的話 嗯 差別是他的質量沒最大 可是 一隻應該還好 如果再沒有贏的話 代表你沒拿到特別好的 沒拿到毒跟沒拿到光 然後風怒好像也沒拿到才會才會才會 在那個檯面的前提啦 就是我覺得那個情況 你贏的機會非常非常高 對方要解只能買 第一個是只能買兜 但你知道前面在 呃光眼魔那個時候其實已經過一張了 對 第二個是鬥完你基本你會有一把刀 基本你會有一隻劍龍 嗯 那 費用是不夠掛逃命 但是你基本可以拿下這兩個 對面還必須下一個足夠檔的嘲諷 對 所以 所以而且男子一我們演化到真的還好 對然後剩下就是你鬥完 要看再來看外面那個剩什麼 嗯 對那如果反過來那然後 對手還不能來對 而且還有那種什麼風怒 然後你再去貼劍龍 你也是挺一滴的 就是各種 尤其隊長在場的時候 這個稍微 選擇 可惜一點感覺不夠好 感覺應該還是直接先演化再說 嗯 因為你這麼大的投資報酬只防一個 沒拿到然後我要多演化一隻 感覺真的就 效益就不高喔 好來到今天最後的曾經 我們說安格洛史上成功的兩個任務對戰 底下先買一張 優勢有沒有 這個先看一個安閃 那老實說 我跟我賽前的那個預估是保持一致性 我覺得賊會贏 我覺得賊是有優勢的 因為這場他打到慢的了 喔 對對對 他預設的也是設定也是這個樣子 對 就是 我只能管你這個 我只能打你這個 你只要有任何一個點可以這樣子讓我 前面我都覺得完全沒機會 我覺得有機會 但這場我覺得是可以的 因為 就是晚一點完成任務 但是每個回合三四隻還是 還是扛不開處吧 對 但我自己私次上我比較好奇的是說 他這個東西 他特化了什麼 我比較好奇這個點 還是就都一樣 他的任務賊嗎 嗯 根據我的印象是跟虎爛 就是虎爛海城那一套一模一樣 嗯 應該 就是沒動嗎 不太意外 只是在想說 其實 我腦中有有浮現一個想法是說 那我到底能不能去改多一點 對 其實 我那時候在 當初在看他的牌組的時候 因為我會每個資料夾點開 然後看他的節奏對不對 我看到打開 因為每個任務賊 我現在 每個打 點開盜賊我的第一個習慣 看他放幾隻巨人 對不對 因為現在騎士賊巨人 有些人一直往前改去扛快 對 任何巨人沒有用 但是打慢的時候就需要 任何巨人 然後我點下去看 最後一張是消失 我說不會吧 就是完帥 完帥 所以他是標準 他沒有 我記得是沒有說這個話 喔 是不是成了 還差一點點 差1嘛對不對 還差1 可以打到差1 我有大概看一下那個牌組 對 對 現在一回手Double 這些條件 都已經在手上了 但我看到的重點是那個 我覺得薩蠻少非常多 就是自從賊沒有之後 我覺得少一個可以抓的東西 其實這 整個版本其實改蠻多的 嗯 對 對 可以抓到對手 跟錯存4塊 你今天 以往存4塊打的點就是兩個 對面如果是來抓控制的話 崔玉德跟任務賊是兩個比較容易打的點 對 那再來 我覺得現在沒有那個任務賊去輔佐你4塊 還有一個點 你這樣存抓德是很不OK的 因為 德不是一個你說抓就能抓的一個職業 對 我們知道嘛 通常說抓德的都下去了 我們在以前也的確有討論過 就是到底現在 第一場的時候吧 崔玉德打快攻到底是 哇 這一個是多少對多少 嗯 這個眾說分語 對 因為有些人覺得 但我覺得 但我覺得我分析的蠻中肯的 嗯哼 對 我就 我覺得我上次已經是最保守估計的那個 就是 那種戰機迷你知道嗎 我是完全看數字在說話的 對 我包括我提的一些我覺得 怎麼開我都是去看勝率 對 因為我覺得那個最準 嗯 他這邊可能想要利用消失 然後看 能不能多買一些生物回來 這樣也就順便刷一些其他生物吧 嗯哼 對 加減刷吧 現在兩個都是2 螢火跟這個 火焰元素 兩個現在目前進度都是2 嗯 那即便說就算 可能雞蛋糕只拿一張 就是火焰元素可能只拿一張 那沒關係那我還是用螢火去洗 那代表我後面洗完之後 那代表我後面洗完之後 我那個載字的數量還是更多 這樣子 對 對 欸 欸 你會覺得如果你真的讀到這個問題的話 成瑜還是最過癮的 因為用不到啊 你沒有機會用啦 下一次用就是 能解檯面的情況下 對 那再一個點 他可能覺得要這個55變52 但我覺得這個55不會 你現在也不敢一直踢 踢臉 那也不會踢到死嘛 也不會把賊踢到死 你還是要靠那個8點去打 所以 我覺得成瑜可能比較好一點點 我覺得可以把賊踢到死 哦 你覺得這55可以直接把賊踢到死 你要怎麼 我們先 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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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所以等一下 所以雛電你也覺得成瑜好一點是嗎 成瑜可以踢臉啊 成瑜當然是我第一時間覺得是 最好最簡單的選擇啊 第一個是他不太有使用的空間 第二個是 你把對方所有解任務的機會都斷了 至少火成元素斷了 那不是 火焰元素斷了 你就沒有雞蛋糕了 我就不怕消失這種情況 或再單回首這種情況 哇 這個敢拖欸 這個說真的是敢拖的欸 覺得沒有什麼不能拖的 但我是覺得可以待會再拖 因為 對方這邊感覺還在等嘛 那下一回拖就跟這一回拖差蠻多的 不能拖的情況只有 對面的虎爛還才拿過之後 你可能要想一下 可能會拖到大哥嘛 但我覺得 但我覺得真的不急這一回拖 因為 對方還在等 這一回拖的缺點就是 因為節奏比較差欸 節奏真的變比較差一點 節奏真的變比較差一點 你這只花到兩個時候已經在做的事 嗯 那 還行吧 任務有再往前推 其實就可以接受 那 剩下有什麼差別 我想看 被消失 如果被消失 因為 呃 話說來就是 剛才三回 我覺得有點可惜一點 在說 成魚一定是沒用的 然後他三回好像還捐了一個刀嘛 嗯 對阿如果不成魚的話 好像還捐了一把刀 對阿 但他感覺他的那個張用紙銀好像不錯 好像很明智 解到底然後等那個八滴八滴開始炸 嗯哼 可是不知道這樣子會不會剛好就是 我覺得這台幣夠強 應該就差不多開始直接打臉了欸 沒有沒有 他底下可以完成了 嗯 對對對 欸 不行吧 暗閃丟出去再消失 或是 啊 對 就是這裡是可以做完的 暗閃下去消失 淋再下去之後重新再做一次溜 嗯 沒有我剛才算手牌會不會有危險啊 沒有啊 最後一次 任務賊最後的光景即將到來 哼 然後老鼠丟出去 呵呵呵 喔 但可能要拚啦 老實說可能要拚 因為拚到就直接贏了 這機率還是高 對阿我可以接受 嗯 這裡 沒拚到也不會因為沒拚到就輸嘛 3加4喔 欸怎麼不拚啊 不拚感覺會輸欸 我覺得 不拚好像會輸欸 2017年7月改版後 任務賊完成任務啦 天啊看了我都要哭了 然後現在這裡一費 好感動喔 好感動喔 可以一費開5加5 然後先用南海水手撞3 5之後刀彈 就是撞一個然後再再打他 看他操作這個次序 剛才那個手術跟這個次序 他有在玩任務賊的 就是上一版他是有在打的 但是現在這樣子比較狼狽 但是 可以看出他可能是man這個任務賊的 他可能是完全man任務賊這樣子 呃 你覺得不像嗎 我覺得很像啊 不是我在想這手 那個打什麼啦 想想這回合好嗎 沒有我是覺得那個啦 賊應該是贏了 這邊老正編的話 根本啦 好拉喔 拉的缺點是 呃 如果沒有拉到啦 就是對面先一個可以動的嗚呼 呃 他的 遊爺點是這樣 可是我老實說 我老實說沒拉到可能就 就跟現在差不多慘了 就 因為你剛剛應該要意識到自己很慘了 但我覺得也蠻可惜 是說 我除天剛才提了個打法 就差不多前面就可以開始提連 嗯 我覺得可以考慮 因為他前面都沒在提連一直在截到底 他的後一手其實有點奇怪 我們剛剛前面手不是討論了很多成魚 到底要不要壯子的這種情況 嗯 然後他的下一手 他還是最後拿那個武士去把那個伊伊撿 就還是重複了一次進行 可是我覺得就也沒有割打 就然後 因為如果他第二手要這樣撿 代表他第一手就不敢成魚啊 就跟他的打法一樣 嗯 喔 好吧 對 我覺得他如果前面就要兇 前面成魚就要給了 嗯 對 那他前面沒給成魚他想要用拖的 可是 拖的就不知道適不適合這個對戰 對 因為拖的感覺就 跟前面提到一樣嘛 先夾一下 好像正好正中那個盜賊想要看到的情況 這邊可以 20點吧 20點傷害 欸 他要流 打得這麼吸 沒有他要防塵魚 因為正常情況下不會拿衝鋒解 欸不對啊 你可以閃回來啊 我想過 2 3 4 5 我是覺得那個南海沒什麼差 因為你都有 你都有派奇可以閃 但派奇是現在是一定要收的啦 對對對 我是覺得有派奇就有沒有南海就還好 因為 你說真的你如果 我有點解發 你如果閃南海不如閃派奇 除非唯一差別是 你要一南海一派奇在手上 但那樣跟 派奇跟船夫是一樣的 而且再一個點在於說 那個 南海有一點條件限制啊 然後這裡應該是打3 3 2 嗯 雙炫然後直接成魚全部清掉 對 知道對面有5點傷害就只能這樣了 對然後 然後 可是壓力也很大 因為他知道手上還有一個船夫 嗯 對 那就是10滴 然後導砍1的話剩5滴 所以他基本上剩5滴 喔挺華麗 挺華麗喔 登登 哇 打得好棒 而且這個還可以秀一手暗閃船夫 再用船夫再去暗閃一次派奇 我建議是 不要把自己弄死 哈哈 沒有沒有你這邊派奇丟出去嘛 然後暗閃船夫 再暗閃派奇 可以 可以帥一個 帥一個 我覺得我猜的是蠻準的啦 不錯不錯不錯 很有想法 很有答案 這邊最後派奇 終結這場比賽 我們恭喜 那個 殺天九總這邊 成功最後任務賊 關掉對面任務站 但老實說 就是 戰士也 有一些改進空間我覺得 因為 因為他 他感覺他的目的是 他要解到底 然後 利用那個 就是 利用 打點 就研磨那個 每次講到這就有點結巴 你知道嗎 不知道為什麼卡卡的 就是利用那個 然後得 贏到比賽嗎 你覺得這裡有刺刺的嗎 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對然後呢 我們話說回來 他薩瑪那 如果像他剛才 那個賊打薩瑪那一局的表現 我覺得可以 因為 賊一直在自斷任務 可是這把賊的任務 這感覺是一定會解完 而且一定會在後期有所載字 所以 你要扯後期這個點 我覺得就已經不行了 對 那 除非你中間有判斷到賊會斷牌 然後你用八點 或是用鬥牛去把檯面撐住 可是如果賊的牌沒有斷 然後有做那個 就是 多次回首櫻火 代表雞蛋糕超多 然後 也有用這個 夾口夾到東西 或是消失也有 把質量扣住 只要一隻檯面 三隻四隻 你鬥牛也就一次 然後 其實解牌就能力有限 其實 有時候對方比如說解一些特定的東西 或是 比如說 比較沒有回首 或是比較沒有那些大質量的 一隻小怪可以一直撲的東西 你用鬥牛跟斬殺跟 研磨的天生劑去解怪可以 但是 在剛才那情況下 螢火超多 然後也有甲骨也有消失 其實 很有機會你是一波鬥牛完之後 你就開始慢慢被消到死這樣 因為我在考量就是 呃 第一個前面提到 我們一直掙扎 到底要不要 陳瑜的那一手 上天四條當然知道 道賊是沒有解的 他對那個五二必須要 沒有 可是五二一血跟兩血 本來差別就不大 沒有 是四血跟兩血 對 四血跟兩血本來差別就不大 然後再提一個點在於說 那邊的攻擊力其實非常高 高到有點誘惑到 真的很想用那個傷害 去跟賊在前面交集 他那個回合到底會差多少傷害呢 你的武功應該是可以踢到兩輪 除非對面準六回小組 但我老說你那邊不那樣打 真的很難贏 你可以留下一把刀 對不對 他那個時候自然戰果還必須去截自己 對 但主要是因為我覺得前面這些都是題外話 重點是你怎麼會跟一個這樣的賊去想要扯後期 我覺得這是關鍵 我覺得打得稍微有點慢 他這邊最後可以買的機會是什麼呢 他說你那個時候其實已經有鬥牛了 就是陳瑜之後其實都有贏在手上 他可以 最後如果那裡十三點傷害 如果都灌在賊身上的話 賊在後來後期的時候 其實他對你那種三六兩個小空角 他不能用五五配在家臉去截一隻 他 暫時最後可以買我鬥牛 鬥牛砍臉天然擊中的情況 最後一個十二點 因為不論你撲多少嘛 我就把一次鬥掉 最了不起就是剩一隻 不管看似剩你的身分 其實 對 講這樣是沒錯 就是他其實有機會飛龍成魚 或是食屍食屍鬼 食屍鬼成魚 還是可以截一波 然後再鬥牛第二波 那這時候可以賭 直接斷牌 然後這時候就趁機利用天然擊去影響比賽 但是 比較起來不知道有沒有中期打贏的那個厲害一點 因為中期打贏的感覺是很賺 所以 也有點難比較 但是 因為他沒有雙鬥牛 或是雙成魚落雁 我覺得就直接拚 可能 就我看了 我個人認為 中間拚比後面拚機會大一點 因為中間是拚上 後面是拚結場 對 那我覺得 後面抽到任何嘲諷都是廢牌 就比較 容錯比較低 而且中間他那個檯面也很痛 但是 也不知道我已經因為賊後面抽到一張消失 對 所以 也不一定 就是他那邊可能有在躲消失的想法 所以也不一定是 他亂打什麼的 就是我覺得 選 有點小選錯吧 對 可能要認真回去算 也許他那樣是對的 因為 這個機率有點難算 對 所以這裡非常可惜 沒有辦法擋下這一個 2017改版後的任務戰 這邊 成功的 任務賊 尊重 不好意思 這邊 成功最後任務賊 關掉了對面的任務戰 拿下這一場比賽 3比2的順利 非常非常精彩 那接下來 就到大家相關注的 兩位台灣選手 上陣的時間點 當然前面有台灣選手 但是接下來 是兩位大家 第一個 台灣K神 下一場是由郭天 來對上對面大時代的偶像劇 看起來是非常精彩 所以雖然戲劇化一場對決 我們先休息一下 精彩比賽 不要走開 馬上回來